人潮 想要吃春卷的话 得要排15分钟以上 锅烧意面也得排进巷子里头 而另外交通接驳的沙轮站 乘客也倍增 尤其今天是台湾灯会的最后一天 灯会期间沙轮县的搭乘人次 超过370万 也创下历史新高 周休假日加上抓宝活动加持 台南郭花街涌进大批吃米食人潮 知名春卷摊位前大排长龙 下午吃白糖果 排队人潮居然绕两圈 这还不离谱 天气冷 想喝碗热汤 也得排队 活哨一面排到巷子里去 太好吃了吧 因为假日应该人潮都会比较多吧 排了才知道那么多 最想吃那个就先排 做好排队的打算了 有 有啊 要离开台南了 所以想要那边再来吃这样子 专门活动连续两天 人潮全涌进小吃街 游客都有口袋名单 基本排队时间15分钟起跳 比比登推荐的挖柜 店门口全聚人 土豆鱼跟店里店外满满客人 有业者干脆连打包餐点 都移到户外去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排队 可是看到很多人就想要说 想要去吃看看 就是说感觉 应该排队有多少道理这样 这几天差不多都有活动 所以我们的配料 会比平常还要再多一倍 会多准备的二三十金属 就多杯一天的量这样 不光小吃街人潮多 还有灯会最后一天加持 沙轮车站游客更是一波一波的涌入 太多人了 走着没办法 从2月4号灯会开始 沙轮县搭乘人次就超过370万 沙轮站进出累积达44万人次 跟去年比根本翻倍成长 有活动带动也把人带进台南 小只业者统统埋头料理 趁着人最多的时候好好赚一波 据者蔡武言刘世之后的林志会 坦南报道